2007年高雄一家医院加护病房 小学生三次头部撞伤脑出血严重昏迷 爸爸好爱你哦 伊登是爸爸的宝贝最可爱的孩子 赶快好起来一起回家 他叫伊登 父亲是日本教授 曾在台湾教书 母亲是台湾人 两岁检查出自闭症 因表达情绪常有自残行为 有一段时间 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他不是直接直挤脑部 他是先拉他的耳朵 所以这个耳朵已经拉了 差不多有断掉一半 那接下来他一边拉完之后 他知道这边不能拉了 他就接下来换另外一个耳朵 伊登昏迷22天终于苏醒 并转到起智学校 这胖暑假的时候变得好 7月1号以后啊就 都然变得不好 当然我小孩子是 每天做的事情 没有做的话就 他是混乱了就没有办法 而且我是 混乱的话就 什么都给小孩子 我是就 后来一直浅导自己 几秒以前是我要坚强一点 然后要求小孩子 但是开始打托的话就 就没问题 我们爱你爱你爱你 上帝爱你 就是这样子开始讲 然后让他安定下来 几经考虑将伊登带回日本 进驻照养机构 并在机构隔壁的特殊学校 继续学练 一张王真棒 真棒 一张王真棒 真棒 真棒 一张王真棒 真棒 大家最喜欢的 只是一张 只是一张最聪明 只是一张最可爱 只是一张真棒 真棒 真棒 她马上诊断 我的小孩子是 精神年龄是不到两岁 极重度 这种极重度的小孩子 是在家里抗复 好像就 人权上就有问题了 就是小孩子 受教育的权利 还有父母负担 过重的压力 在家里 它是独身族的关系 就没有兄弟的 姐妹的互动 也许 自私伊登进来以后 这里是有 同年龄的小孩子们 这个年纪是慢慢地需要 跟同样的年龄人 跟这些人互动 好 早上 牧业园隔壁就是与部综合支援学校 以照顾自立者为主 这边是机构 然后这边是 这个支援学校 这个面的色彩はこ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它是第一次这个样子这么大 那这边是 这边的机构 就给学校使用 就是这边 机构认为 家长配合 有一致性相处原则 很重要 这边的中和支援学校方面 跟那个国内的这个 中国三国县 国民典 就一起合作 维持规则性的生活 时间的这个时间 安排这些规则性 是非常的要求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是没有 所以也很可能 这个有规则性的生活 是对它 是有满足 加上伊登已经12岁 逐渐不是家长能承担 接下来的这个负担 是社会来这个负担 县政府还有这个 父子的这个立场来说的话 父母的这个未来 也是要考虑 不是只有这个 小孩子的这个安置 由于迈向独立阶段 设计方式是 第一个月家长不要出面 但随时保持沟通 这个其实真的 Case的时候 那时候就足够的 独立的房间也没有 那就马上就做手续改建 他们是尽量避免 在这个身体上 健康上的这个危险 要放学才可以接你回去 放学 还没放学 还没放学 放学 还没啊 时间还没到啊 要放学回去 才接你回去 好不好 好 第三次来 看到我们就哭 很心疼 但是老师说要忍耐 到了习惯以后 那肯定家里 学校家里 然后机构 适应以后 就会好 机构常住十一位 短期居住四位 正值保育室有七位 还有约聘保育室 其实帮老师贴这个照片 今天的白天哪一位轮到 等晚上是哪一位轮到 为控管安全有层层隔门 来宾要小心被好奇者拔掉眼镜 设施加强保护配合居住需求 整个设施里面是 这个百分之六十的人 是直闭症 中不动里面是 没有言语的这个小朋友 那尤其是直闭症的特质是 很怕吵 还有固执性 尤其是这个人跟人的互动 关系是有这个困难 基本上是一个人是单独 一间 然后就一次安静的环境 一同学跟一同学是合不合 就有这个考虑 然后因为没有言语言 所以你今天跟他们 就是开发这个言语的这个能力 所以按照谁跟谁一起 有时候就不合的话 就还是就分开一点 怕声音带耳罩 会自残带头盔 随时要注意安全 并诱导生活自理 准备 - 把龙猪捅菜- 开关- 开关-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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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照顾者经验有十到四十年不等 三十年经验照顾者版本美惠子 常碰到比自己高大的孩子 曾被打伤还自有一套解读 对他们荣誉的荣誉营养 他说孩子有的会大叫 但有的几乎不说话 要耐心沟通 小孩子讲话虽然沟通 但是他的表现表情 就没有缘的这一段表达 所以他需要看出来 要逐步沟通 他观察一段说不要的时候 就一样的就是日文是不要的意思 日语的这个音音的感觉 一般听的话 不娘就是不要的意思 然后就呀就是要的意思 这是巴斯海区ですね 政府情绪方面是用图卡来指 他需要什么上厕所就指这个 这个小巴是每个礼拜三 因为学校放学比较快 大家一起坐这个小巴 然后就逛这个街上 那小孩子们是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叫做巴斯海区 就是做这个小巴 怪兜风 对啊 所以这样的形式 就是叫小孩子吃饭了 还有吃点心的时候 健康的人的话就用言语这个表达 自闭症儿的话 就言语跟这个事情是不容易吃 所以还是用这个来指示小孩子 照顾者帮伊登缝制好几个头盔 以便洗澡上学不时轮替使用 一 二 三 三 二 三 大约三回过来吃一 三 二 三 楼子三次 刷三次 右边的肩盘是三次 有一些小孩子是从这边想起 不过老师是用言语讲的 比方说要脖子开始洗 这样的时候小孩子就混乱了 所以还是用那种图画 来教导这个顺序 比较效果的好 他的固执性就是A做完要做B B做完要做C 那如果他其中的一环突然被打断 或者是说跟他所料想的 跟受指导的不一样的时候 他会产生混乱行为 就是不是他的脑袋的回路不一样的 老师们的每一个人的要求是 一定要同意 同意老师们的这个教导的这个做法 让老师一致的教导 住房友构搭柜子置物 并使收纳环境单纯 以免分心干扰 还有第三种功能 那有学厉害的 他这边的小朋友是 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 也许进去这个柜子里面 15岁 15岁的这个比较大的小孩子 他自己要冷静的时候会进去 个人空间配合生活教育 使行为情绪更稳定 在家里的话就太依赖这个父母 失联的那种感情就是明显出来 所以就发平起来那些 在这里的话就跟其他的小孩子 是一起生活 所以这一点是社会性的就出来 这方面是比较有效果的 还有个别需要的设备 那是非常柔软的吗 这耳塞效果的这个耳机 就是现在是机率中的人 是很多人使用的 好像听音乐的那种感觉 有的学生当下不愿意按照照顾者预期的做 则先缓一缓 过一会儿果然又可以继续配合 只要能做的都以言辞鼓励 如果知道孩子喜欢什么感觉 并表示接纳就比较容易沟通 保育室就一直试图引导 正好碰上节旗 走廊还展示赶鬼餐给孩子选择 重度自闭住照养机构 生活可以自理的学校另有宿舍 这边是设计这个宿舍 大家一起就集体生活式 培养养成这个治理的这个习惯 像那个暑假的行假 要长期的时间到回到家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我们家长啊 太宠爱 所以就有时候就变 就又变回去 学校跟家长 还有这个 在这样的空间就三方配合 那这样才可以最好的教育效果 七年前研发更多结构化图示 引导生活 老师还是跟同学一边教 然后一起做打扫 我手帮就是这个 洗洁剂 洗洁剂 然后这个也是 把这个垃圾箱就倒了 这手的这个打扫的方法 就一个一个讲